大S最近和汪小菲因生活费闹的满城风雨 甚至还被指控早在2018年就会内出轨居俊叶 说句在2018年来台时 发过和一名女生一起吃饭的照片 而该名女子就是徐家大姐徐希贤 徐大姐正是两位的牵线人 对此大S经纪人澄清 照片中的女子是俊叶二十几年的粉丝 对于现在假消息影响到周遭人这件事 他也呼吁别再殃及无辜 不过事情似乎还没告一段落 二日换我们杰夫出来澄清 他起到用中文写下 这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 后来改用韩文说 怎么能够一直把这两个人应说是同一人呢 无可奈何之下 除了po出照片我别无他法 让这两位的脸曝光我真的很抱歉 怒劈散播谣言的人是说谎经 用行动捍卫自己和大S的清白 随后大S也转发这则贴文写下 好幸运我和欧巴身边的朋友们 都是耳虫目铭闻名人 希望大家不要再乱散播谣言咯